男子被裹在面饼里 一个巨人在旁边切着菜 他很快就要被做成韭菜盒子了 大家摆好姿势 奇幻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在红年马月的英国 空中有一个邪恶的岛屿 名叫天空之城 那里住着被上帝流放的巨人部落 原本是人间相隔甚远 但是一群作死的魔法师来到了这里 用黑魔法种出了巨大的藤丸 想要到天上去看风景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上面有几米高的巨人在等着他们 然后就是人类的王国生灵涂炭 都变成了他们的食物 后来国王用巨人的心脏 铸造了一个皇冠 只要戴上的人 就可以命令巨人为所欲为 被控制的这些大家伙回到了天上 藤丸也被砍倒 从此天上和人间不再联系 几百年来也相安无事 我们的男主杰克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碰见一个僧侣 想要用几颗豆子交换他的宝马 这可真的是一笔便宜的好买卖 于是我们的杰克果断的就拒绝了 僧侣说 看有灰鸡 说吧就骑着宝马扬长而去 杰克回到家碰见了自己的养 说到这是他用一匹马换来的神奇豆子 养父气不打一处来 桌子一扒拉 真的不想任这个败家子啊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个僧侣说的其实都是真的 黑魔法制成的豆子更可怕 杰克和养父争吵的时候 一个豆子滚落到了地板的缝隙里 养父没了马车 只好早早的踏上去往集市的路 这一天电闪雷鸣 杰克一个人在家有些无聊 不过还好有一只士元兽陪着 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 竟然是一个湿透了的妹子 杰克赶忙请进了屋内 虽然妹子极力掩饰身份 但是眼光不错的杰克 还是察觉到了 他身上非同一般的气质 原来到访者竟然是王国的公主 公主正处于叛逆期 面对父王非要把自己 嫁给一个年长20岁的老男人 并不领情的公主和老国王大吵一架 之后便离家出走了 结果出门之前没赶天去预报 半岛上遇到了大暴雨 差点成了落汤鸡 空旷的原野上 就只有杰克一架还亮着灯 随后才有了和杰克的遭遇 还没谈过恋爱的杰克 现在还是纯情小处男呢 瞬间对这个倾国倾城的公主动了心 狂风暴雨带来的 不光是美人和雨水 还有地板下的魔法痘 生根发芽了 一阵地洞山摇 暴涨的魔法痘冲破屋子 带着公主就上了天 只有男主杰克被藤蔓甩出屋外 真不知道老父亲回来 会不会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 不自觉想起一首歌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来得快去得更快 第二天一大早 老国王带着人马赶来寻找公主 看着眼前高不可攀的藤蔓 就在这时 大臣老皮主动请鹰 要爬上藤蔓寻找公主 国王一看 这个老家伙 以前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 今天不知道要凑什么热闹 但是为了女儿 还是答应派出一对人马前去寻找 这时 感激回来的养父看到这个场景 以为是百家子杰克把自家的房子遭没了 冲上来就要好好教训一下 杰克赶忙主动加入了拯救公主的行动 就这样 几个人立马动身爬上了藤蔓 恐高的杰克一行人 前前后后爬了几天 牺牲了几名手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来到了藤蔓的尽头 没想到 这里竟然就是天空之城 回头望去 宛如人间仙境 众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眼前竟然出现了几只羊 这下只有烤群羊吃了 当他们踏入一个水池 一张大网从水底升起 把这几个人来了个一网打尽 好不容易从陷阱里逃脱 不祥的预感就笼罩了过来 一个白米巨人就袭击了过来 救援队长和手下 被左一个右一个倒茶 从死的拎了起来 巨人今晚和明晚的宵夜就有着落了 而杰克潜入水中才躲过一劫 另一边 老皮慢手慢脚 终于带着手下爬了上来 但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手下就被巨人生吞了 关键时刻 老皮手忙脚乱 逃出了弄控制巨人的皇冠 不仅保住了性命 还暴露出自己前来的真正目的 他就是为了巨人族而来 借巨人的力量杀毁人间 当上世界的王 与此同时 杰克一路跟踪巨人 来到了他们的部落 发现公主被关在了厨房的笼子里 而其他人则被裹成了卷饼 眼瞅着就要成为韭菜盒子 危急关头 男主一个闪现家走位 站在了大个子的要害上 直接将他放倒 成功救下了公主和队长 逃离部落的杰克和公主返回了地面 而队长则选择留下 他要回去偷袭大臣老皮 破坏他的计划 遗憾的是 虽然成功将老皮干掉 但是王冠还是落在了 双头怪巨人的手中 同时 双头怪利用捡来的魔法斗 种出了更多的藤腕 带领整个巨人部落 杀向了人间 人类就像蚂蚁一样轻松的被碾压 一口一个嘎崩萃 国王只好带领群臣 退守到了皇宫内 虎城河倒满了火油 燃起熊熊的大火 暂时阻断了巨人的进攻 双方进入消耗战 十几米高的大树被点燃 当作炮弹射入城堡 人类的攻击塔 瞬间被摧毁 伤亡惨重 眼看形势危急 国王身披黄金甲上阵 带领剩下的子民 拼死一搏 而狡猾的双头怪 却从下水道偷偷潜入了皇宫 将杰克和公主 抓了一个正着 危急时刻 杰克灵机一动 将最后一颗魔法斗 丢入了巨人口中 魔法斗瞬间在双头怪口中 生根发芽 身体被撑得四分五裂 每说一句台词 就领了盒饭 而皇冠则被杰克捡了个便宜 另一边 国王和队长等人 没能防守住 城门失守 对巨人们团团围住 眼瞅着就要被团灭的时候 一堆巨人们就突然 扑通跪了下来 国王还以为他们良心发现 要认自己为王 结果却是 杰克是暗现到了背后 还带上了皇冠 迫于皇冠的威亚 巨人们只好俯首成城 被杰克命令返回天空之城 成功拯救了世界 从此以后 和公主过上了 没修没骚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巨人的捕首杰克 很像小时候听过的某个故事 还挺喜欢的 不过 小笼包想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你有这个皇冠 会用它做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反正 我是有一些怪怪的想法